2023年月台户纪念孙中山研讨会 6月29日在孙中山的故乡广东中山举行 来自海峡两岸的60余位专家学者嘉宾 围绕孙中山的思想、事工、当代意义 及相关中国近代史问题展开讨论 两岸纪念孙中山这种不仅仅是大家都看法一样 而且更重要一点 两岸可能因为研究孙中山 或者纪念孙中山更加的融合在一起 我觉得这应该是蛮符合中山先生以前对我们的期待 在邵宗海看来 两岸语言文化相通 一直以来都有台湾青年在大陆求学和生活 他们在大陆认识了人生的另一半 组织了家庭 这种融合也能让两岸人民心连心 我们两岸都是中国人能够说团结在一起 把我们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更强大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目前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台北孙中山纪念馆研研究员中文博列举数据说明 每年台北孙中山纪念馆的道馆人数高达两三千万 而且以青年人居多 他期望这些年轻人通过发扬孙中山的精神和事迹 促进两岸的交流 所以我个人认为台湾的年轻人 不但是在台湾了解孙中山先生的事迹 也能够回到我们大陆来 特别是回到我们中山 回到崔恒故居来 更具体的来亲近我们孙中山先生的精神 我想这样子对于促进两岸的交流 还有和平 我想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从学生时代开始 三十年来中文博几乎每年都到大陆观摩和学习 他说应该要多鼓励台湾的年轻人到大陆交流 来走走看看 每年都来 那也很欢喜过来都看到我们大陆这里 每年每年都有长足的进步 我觉得非常的难能可贵 我们也很乐见 这个大陆这里发展得更好 应该两岸的交流要回到正轨 特别是我想官方民间 我们学术界都有这样的责任跟义务 来带领年轻朋友们 青年学子 前来大陆 来多认识多了解 来自台湾的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秘书长李建荣称 如今重新回顾孙中山的思想 会发现对当下年轻人的立志和发展有指导指引的作用 我觉得它最重要给我们整个中国 乃至于我们下一代 最重要一个启示就是 年轻人要立志做大事 不要做大官 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讲 这一个方向的一个指引 就像是一个人生的灯塔 我们重新再来回顾 他当年在二十世纪初 所提出的很多的重要的 不管是建国的方略 或对青年人的一个立志指导指引 我觉得都是值得我们当代人继续加以弘扬 来继承他的精神 李建荣表示 海峡两岸在经贸 文化 科技 以及年轻人交流等方面 有很多可以合作的地方实现互利双赢 海峡两岸要实现进一步的发展 年轻人扮演关键的角色 我觉得青年人是国家的希望 尤其年轻人 这个是一个成长学习的阶段 就好像海绵一样 随时都可以把水都给吸进去 大陆有这么宽广的土地 而且这四十年的改革开放 的确在经济或是文化的提升各方面 大陆已经有相当不错的成绩 我觉得台湾的年轻人 应该让他们有机会去多看看 多学习 这样子的成长 对于他们未来 对海峡两岸的发展的过程当中 年轻人可以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 对海峡一百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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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